徐少平委员,徐少平委员不在场,本案暂不予处理,请李昆泽委员发言。 李昆泽委员发言,李昆泽委员不在场,本案暂不予处理,请吴怡珍委员发言。 主席,各位同仁,本院委员吴怡珍,蔡奇仓,林嘉隆,吴玉仁,吴玉仁,吴玉仁等27人, 有卷以保全人员发生过劳死案例层出不穷,依据劳委员去年公告之劳委员保全人员工作时间审核参考指引规定, 保全人员最高工时一个月可以高达312小时,超过劳委员订定的过劳死认定标准, 每个月的工时超过276小时或平均5个月平均的每月工时达256小时, 此项的工时指引标准将使劳工置于过劳死高风险的危险工作环境中, 以原此,建请行政院重新检讨保全业的保全人员工作时间审核参考指引, 确实定定合理工时规范,来保障保全人员的权益与生命健康安全, 是否有当进行工作。